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年10月曾经说会投资69亿 在香港设晶元厂的 杰平方半导体公司 同样未有回复最新的设厂进度 就算由创新元的出租率来看 截至今年3月 数据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中心 都不够一半租出 要有一个这么大的发展 其实都会有少少经历的过程 我们需要一个集群的产业效应 变成我们将同一个产业 大家一起去推动 变成他们形成了一个群的时候 他们更加能够发挥到他的竞争力 据了解 新一份施政报告 将会再一步交代北部都汇区 尤其位于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发展方向 生产力促进局又认为 新型工业化涵抗面广 不应该只是提一部分 其实传统产业我们应该要大力支持 可能就像普通一部架飞机 但我们会智能化了它 它里面可能会出很多东西 它有很多的感应器等等 是将它的产品的价值提升 也是做高增值 他说政府目标在2027年内 要将智能生产线提升去到130条 现在已经增加了几十条 有信心达标 陈祖行也希望政府带动更多国家实验室来香港 配对相应的工业 并且继续吸纳人才 推动本港新兴产业发展 母纤电视机者中策希报道 元朗昨晚发生伤人案 一个非华裔男人被人斩伤 现场在元朗一样路 昨晚9点多 34岁市主当时路边吃饭 突然被三个穿黑衣的非华裔男人 持刀襲击 背部被斩伤 疑控之后往安宁路方向逃去 救活人员到场 帮市主呼治之后送院自理 警方正在调查法案动机 暂时未有人被捕 财政部将在今早10点 举行新闻发布会 展场预期新增刺激措施规模 大约2万亿元人民币 彭博向23个经济学家 分析员和基金经理进行的调查显示 超过八成受访者 认为财政部将会公布增量财政刺激措施 对截至春年年底的增量刺激措施规模 超过七成受访者预期 总值是大约2万亿元人民币 部分人士相信 政府会通过增发特别国债的方式来囚集资金 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和提振消费 都是刺激政策的主要方向 经济日报社评 欧洲对华电动车关税获通过 但中欧贸易争端并非没有化解可能 关税从来弊大于利 对贸易壁里有疑虑的欧洲国家为数不少 中欧仍然有谈判空间 中方针对巴兰地等关键环节出手的同时 官员亦积极与欧洲领袖会面 寻求消解矛盾 对中欧双方来说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当选 都是需要注意的风险 特朗普如果上任 环球家贸易保护主义难免扩大 美欧贸易关系亦添变数 中欧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激烈对抗 破坏经贸关系并不符合双方利益 协商解决矛盾分歧才是出路 明报社评 2024年度 诺贝尔和平奖星期五揭晓 日本原子弹轻弹受害者组织联合会爆冷节季 不少人期望 在尔巴新一轮冲突刚刚满一年的时刻 和平奖会发出人道主义呼声 反对杀路 评审委员会却是舍近取远 阻视了加沙在乙军 狂轰难炸之下几近二评 百万计的巴勒斯坦人 生活在人间煉獄的微节危机 难免令人质疑 评委会为免得失西方大国和以色列 放弃仗义执言 但求明节保身 静音声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早晨回来新闻时间 港铁东铁线古洞站采用明画回田的方式建造 不需要将埋藏在地下超过20年的结构框架画掘出来 港铁形容这一个是起站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工序 结合多种科技配合 事隔21年 古洞站结构框架重建天日 早在2003年港铁兴建洛马州支线的时候 就已经画好行车层隧道段 架设这些双形结构 减少对现有东铁线车墓造成的影响 当年来框架以泥土覆盖 港铁在去年9月开始将泥土画走 工程分为三个阶段 移走上水站和洛马州站之间隧道上方的泥土 这些深入地底的双形结构 总长度达到300多米 并没有任何庄署支撑 是怎样令结构不移位的呢? 港铁就说是利用全自动地下水压调节系统 我们拿走了这个泥土的时候 如果不处理下面这个水的浮力 双形结构的稳定性就会向上 可能会浮 这个系统主要有很多自动的压力感应器 这些压力感应器也都会连接到一些执行器 在跨离的时候 在一个不同的阶段 去调节这个水压 凝致到在任何一个施工阶段 上方的力和下方的力都可以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港铁表示工程有双重保险系统 必要时会利用秋水泵辅助调节水压 其实一个泵就够我们已经配备了多个一个泵 两个泵或者三个泵 有多重的保险 确保在任何一个环节里面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这个多重保险也可以覆盖到这个情况 提供到很多安全系数给我们这个工程 为了提升工程效率和精准度 港铁以云端数码平台等参与的人员可以实时沟通 划掘工程已经完成 之后会展开地面工程 在双形结构上面兴建古洞站 增设新月台 大堂 出入口 和其他附属设施 港铁表示 东铁线古洞站的工程目标在2027年的第四季员工 希望可以尽早配合市民出行的需要 无线电视记者 不止调步道 梵高明画《停泊的船只》近日在香港拍卖 并以2亿5千万港元成交 是梵高作品在亚洲最高的拍卖价格 林婷婷和出售者聊 来自意大利的卡斯特罗工作夫人卡米拉王妃 9月尾来港 拍卖她的收藏品 荷兰后人像派画家梵高的作品《停泊的船只》 他所属的波旁两世西里皇室 在18到19世纪曾经统治意大利南部 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 选香港作为拍卖点 是因为见到香港作为亚洲主要艺术贸易中心的潜力 《停泊的船只》最终在香港透过拍卖行 以2亿5千万港元成交出售 创繁高作品在亚洲的最高拍卖价 有艺术顾问认为今次拍卖成绩可以帮助香港成为亚洲拍卖中心 香港拿到这件艺术作品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其实这个过程首先你要说服卖家 为什么要来到亚洲来到香港做这件拍卖 因为随时会影响到拍卖的成交 因为我们看所有公开的数据会看到 这些传统上的西方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 一般都会在纽约拍卖得最好的成绩 但今次我们刻刻证明了香港还有这样的实力和影响力 可以吸引到全球的收藏家会透过电话 网上甚至新生来到现场来做一个镜头 卡米拉王菲在香港也都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凝华见面 和参观数码港 卡米拉卡斯特罗王菲在新加坡和摩纳哥等地 都有开设家族办公室 去管理他们的资产和慈善业务 他也考虑在香港开设多间办公室 去探索更多商业合作机会 无线电视记者林婷婷报道 挂了神,我是梁芝齐 事件局在收购旧楼重建的时候 一直参考同区青年楼零单位价值 作为收购价一部分 有业主质疑收购价不足以原区安置 事件局回应说 坊间对计算方法有误解 事件局启动九龙城重建项目 局方近月开价 以14,599元的赤价收购住增物业 有业主质疑收购价偏低 他成份大约有17至20个採药 当中只有三个是熔成区的 其余的都是桃瓜华、黄大仙、新浦江 我们本身的楼价是比其他区高的 因为有太多其他区去沟淡了我们本身自己的楼价 所以我们就出现一个被压低了楼价的情况 事件局会以物业价格加上津贴计算收购价 其中津贴部分是参考同区七年楼零单位的赤价去估算 我们那个计算方法基本上 特征和交通的便捷的情况 是和现在我们的收购项目是类近的 他承认楼价跌收购成本会减低 但不等于事件局有钱赚 如果楼价继续跌的话它有好处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人知道究竟楼价是升还是跌 楼价下行就不能否认我们的收购成本会降低 但我们的招比的价格一般来说 它那个下降的幅度是比起楼价高两三倍 那就惨了 因为事件一 你知道现在地产市道不好 楼价跌了 发展相对扣入新土地其实兴趣不大 除非很便宜 很便宜的意思是事件局要输到哭的 输得很重要 他认为事件局在跌市的时候 应该检讨是否继续重建项目 无线电视记者賴君瑞不斗 本地大学宿委公认不足 潮食透露新一份施政报告 将会推出学生宿舍先渡计划 包括协助稳地 加快審批兴建学生宿舍的申请等 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 将香港发展成国际专上教育枢 今个学年起 8间资助大学的非本地学生 学额 由最多两成倍增至到四成 这些学生来到香港之后住哪里呢? 有在港大公读碩士的内地生 在港铁奥运站附近租屋住 月租要15000元 自己租的话负担是蛮大的 所以我可能会 比如说空闲的时间 我会想办法去找一些 比如说校园年的iwork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就算是本科生 四年的大学生涯 亦都只有三年有宿舍住 出去租房 毕竟还比较麻烦 要自己去找房子之类很多事情 然后租宿舍的话 一个比较安全 第二个价格也会 房租也会便宜一点 原本为本科生提供四年全宿的岭南大学 新学年改为计分制分配 不属于八大之一的都会大学 早前就以大约十亿 买入红磡一座酒店做学生宿舍 有测量私行估计 本学年全港宿位短缺达到9200多个 相当于每2.4个学生欠一个宿位 到2027、28年度 仍然要超过两个人欠一个宿位 据了解 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计划推出 学生宿舍先渡计划 为院校等提供一站式咨询服务 包括帮手稳地 加快处理、审批、轻建或改建 学生宿舍的申请 并支持透过合资或独资模式 借助发展商等市场力量 直接向学生提供宿位 港大今年招收超过1,200个非本地本科生 按年多了大约400人 已经达到政府所定的四成上限 超过一半来自内地 未来会研究和发展商合作提供住宿 他们期望政府增加资源 支援大学国建宿舍 令到学校可以收到更多的学生 无线电视机者梁泳祥报道 官堂发生交通意外 一架私家车失事 司机涉嫌走后驾驶被捕 涉事白色私家车翻侧 橫厄在石膊上 安全器袋弹出 事快清晨6点多 白色私家车在毁发道 阻转毁业街的时候 怀疑失控冲向安全岛 撞毁铁栏之后 再铲向路中石膊 私家车翻侧的时候 压落对面线停在交通灯位的滴行 的士右边挡风玻璃破裂 私家车司机手脚拆损无需送远 但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 涉嫌走后驾驶被捕 广东省登革已报告病例持续高期 个案主要分布在佛山和广州等地 广东省疾控中心公布 有高密度百民医民的26个监测站中 广州占最多 当地已加强防问措施 进入登革熱流行季至今 广东省全省都接获病例报告 至今个月6日的一个星期内 新增1770宗登革熱个案 岸州上升大约五成一 当中绝大部分是本土病例 佛山最严重有617宗 占大约三成半 广州有251宗 深圳也有过百宗 广东省疾控中心又公布 登革熱传播媒介之一的医民 高密度聚集的26个监测站 广州市最多有10个 地方部门说会加强灭蚊 街道日常会每个月两次 会对外环境进行一个成蚊的消杀 而根据近期广州登革疫情 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会进一步加强对核区外环境 成蚊消杀的工作 工作人员会在住宅区 将低毒性的灭蚊虫日制 以喷洒或烟雾化的形式 投放到绿化带、排水渠等 当局有提醒民众 要做好家居环境卫生管理 登革防汉需要全民的参与 各位居民、市民 要及时清理家里的積水 如果有种植水生植物 要及时换水 避免蚊虫滋生 就这样可以更加好地 控制登革疫的发生 当局有提醒公众 如果发高烧、头痛、出现疲诊等症状 要尽早去医院求诊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导 全塔北京延庆曾举办冬季奥运 有丰富的冰雪资源 有景点就考虑在冬季 推出冰雪项目旅游套餐 预计可以吸引30万人次 目标客源是长三角、珠三角、 和东南亚国家游行 住北京记者叶子华报导 迫水 受风 睡崖 香港旅游业议会率团到距离北京市区 两个钟头车程的延庆区景点龙庆峡考察 这里游合南北山水的兽气和帮博 又被誉为塞外三峡 隋团游旅行社认为景点在八达岭长城附近 比外国旅客多个新选择 在八十年代起完水坝之后 龙庆峡这里成为旅游景点 游客可以搭船 近距离欣赏全长七公里的峡谷景色 未来亦都会增测大约两公里的速度 可以在半空游南峡谷 警区说目前夏天的客流 已经恢复至疫情前的八成 占整体生意六成 今年准备推出冬日旅游套餐吸引客人 我们的冰圈峡谷气泡冰 在全国应该也具有一个唯一性 我们希望是今年接待游客做到三十万人次 今年重点会开发居三角长三角 延庆区希望未来通过香港开拓海外客员 香港对澳洲对东南亚对南亚这些客人也有吸引力 我们可以让他们把他们的旅游线伸长 再伸到这个大陆的内地来 他又说可以和香港合作开拓返向客员 令来自蒙古、中亚、东欧的旅客 可以经北京到香港和东南亚旅游 母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导 商报社评 第十五届亚洲龙洲錦标赛 昨天开始一年三日在观塘海滨举行 是相隔二十八年之后赛事重临香港 盛事带旺九龙东经济 中国香港龙洲总会说 赛事期间整个观塘区的酒店全部爆满 不过近期本港有不少地区 基于目前经济景气北街所影响 对写字楼和商铺的需求不如以往 政府要继续致力协助海外和内地企业 在香港开设和扩展业务 并积极引导到九龙东 还要有新的思路 考虑九龙东商业地带和商业楼宇 是否可以用来发展文化、艺术、体育和旅游项目 争取效益多元化、最大化 声道日报社论 英国泰吾士高等教育日前发表最新世界大学排名 本港有五间大学打入头百大 事实上本港的大学为了争取更高的国际排名 和更多的政府资助 过去十几年月趋重礼而兴文 重研究而兴教学 而随着本地色灵学生减少 部分大学和学系为再争夺有限的本地尖指而各出其谋 并增相开办和吹捧最受家长欢迎的所谓神科 形成恶性竞争和过渡单一化发展 要有效推动香港专上教育的健康 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成为可望超英港味的国际教育枢 政府必须加强它的角色和投入 包括通过政策措施和资源分配 引导各间大学加强协作 促进共用资源优势互补 鼓励良性竞争和错峰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